今天凌晨三点钟过后 台北看守所就笼罩在一片昏黄的灯光中 管理员和杂役也陆续出现在刑场附近 忙着为今天的枪决工作做准备 在接近清晨四点钟左右 负责执行枪决的高杰署检察官陈锥 带领的法医法警来到了刑场 在检察官进入刑场后 现场更显得忙碌了 四点二十八分 张江虎穿的蓝色体育服 在层层紧密的借户下出现 他缓缓的移动步伐 走向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刑场 四点四十八分 胡关宝在十几名警员压解下 慢慢的走向刑场 他边走边吸着烟 全身近似舒染的由警员搀扶的走路 再进入刑场的一刹那 胡关宝落寞的神情 清楚的出现在记者的眼中 随着时间的经过 在旁观记者秉袭注目中 五点四十五分 连续四声枪响划破了土城的灵警 在确定胡关宝张家虎已经死亡后 殡仪管人员立刻进入刑场 将他们的尸体运走 根据看守所人员表示 胡张两个人在行刑之前 还曾经互相谈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话 张家虎对胡关宝多所抱怨 而胡关宝则很少打枪 而在检察官问他们最后 有没有什么疑言的时候 看守所的秘书转出了他们的话 由于他们在谈话中 都提到了老板这一个人 而张家虎又口口声称说要报仇 因此检警人员对此点都相当感兴趣 认为其中还有玄机 而负责侦办四大刑案的 洪威华检察官尚武也表示 虽然胡关宝已经死亡 但是四大刑案的侦办将继续进行 检察官将从胡关宝过去的公词中 过滤出可能的嫌疑犯 至于从头到底都一直参与 四大刑案的侦办 开过无数次专案会议的专案人员表示 胡关宝还有一些疑点没有厘清 之前我们警方还会在前例 就这一位疑点 做一个前例的一个侦查 还把一些共犯的疑点厘清 检察官已经有特别指示 就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积极侦办当中 警方表示 虽然胡关宝在枪决前 对共犯的说辞有矛盾之处 但是现有守兵的资料 经过过滤查证 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循 至于公词中 金木窑涉案部分 警方也想办法要突破 目前侯友宜的办公室内 还放着十几箱的相关资料 专案小组仍在切而不省的侦办中 对共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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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比方 派对